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雙星的一個基本的範例 他說質量是1比2的甲乙兩個雙星 形成一個獨立系統 那我們前面在第五章其實有講過 什麼叫獨立系統 就是不受其他的外力 他說遠離其他星球 或者是你的觀察者就直接站在直星來看 那彼此呢保持一定的距離互相繞轉 則甲乙兩者 這個物理量的比到底幾比幾 好如果這是一個標準的雙星的問題的話 各位我前面講過其實很快 這瞬間可以解完 他們有三個物理量一樣 有三個物理量跟質量反比 哪三個一樣呢 來我再給大家看一次動畫 那再強調一次所謂的雙星 直繞著共同的直星旋轉 中間並沒有所謂的中心星球 雙星跟兩顆衛星不一樣 好雙星什麼物理量一樣 各位很直覺很直觀的告訴我 大的轉一圈小的轉一圈周期一樣 好大的轉時度小的轉時度 角速度一樣 再來向心理一樣 所以角速度周期這個向心理一樣 那有三個物理量跟質量成反比 既然直星在這裡 軌道半徑跟質量反比 你把半徑微分 速度跟質量反比 再微分加速度跟質量反比 所以軌道半徑速度加速度跟質量反比 來所以如果考雙星的話 各位我們可以瞬間把它解完 來A角速度比2比1對不對 錯角速度一樣1比1 B軌道半徑比4比1對不對 錯這個軌道半徑跟質量反比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2比1 C向心加速度比2比1對不對 對加速度跟質量反比 D切線速率比2比1對不對 對速率跟質量反比 E所受精力比2比1對不對 不對所受精力比多少 1比1 所以我剛剛講 只要是標準的雙星運動的話 只要你真的理解它 其實很快就可以把這個物理量把它做完 那前面理論解說的部分 不曉得各位是不是真的 真的去理解這個所有的雙星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回頭看我們前面講的理論解說 或者是看剛剛老師給你看的 這個雙星的動畫 有考雙星的話 各位看完題目要怎麼樣 要在1分鐘之內 30秒之內快速的把答案寫完 所以等一下再講一上 自己想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看影片的解說